银河帝国 石 洛阳 第三十三集 当时你告诉我 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机器人全盘崩溃 这是普世的规律 可是在葛卢尔中毒之后 端水给他的那个机器人只是变得手脚不灵 口齿不轻而已 在那个看起来应该是谋杀的事件中 他不仅仅是目击者 而是实际上有所参与 但他的心智并未崩溃 他仍然能接受侦讯 因此 这个机器人 德拉玛命案中的这个机器人 涉案程度一定远远超过葛卢尔案的那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的手臂一定曾被当作杀人的凶器 你 你 你无说八道 你对机器人学一无所知 李李喘着气说 贝拉大道 我不否认这句话 但我会向安全局的亚特比西局长建议 把你的机器人工厂和维修厂里的记录 统统扣押 这么一来 或许我们便能确定 你有没有制造可拆换四支的机器人 以及有没有送交这样的机器人 给德拉玛博士以及 何时送过去的 不 不 谁也不准碰我的记录 李比后道 为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秘密 为何不能碰 但是 但是我究竟为什么想要杀掉德拉玛呢 告诉我 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能想到 两个动机 你和德拉玛夫人 交情很好 好过了头 索拉利人 或多或少 也算人类 你从未接触过异性 但这并不能让你免于 这么说吧 生物的冲动 你曾经亲眼看过 抱歉 透过显像看过 德拉玛夫人 穿得很不正式 而且 没有 李比极其痛苦地喊道 加地亚也压低了声音吐出一句 没有 或许你自己并未认清这种 情欲的本质 也可能 你隐约有些概念 却将它视为弱点 而感到不耻 而既然这 都是德拉玛夫人聊起来的 你自然对她 怀恨在心 但你或许同样痛恨德拉玛 因为她是她的人 你的确邀请过德拉玛夫人 当你的助手 这是你对自己本能欲望 所做的妥协 而她 婉拒了你 因此 更加强了你的恨意 于是你杀了德拉玛博士 并嫁祸给 德拉玛夫人 这样便能同时 报复他们两个人 有谁 有谁会相信 这种粗略的 如同细词的 下流的言语 地球人也许会 野兽也许会 但索拉利人 绝对不会 这个动机 进攻参考而已 我相信它存在 至少 存在于你的潜意识 可是 你还有个更明显的动机 瑞坎德拉玛博士 妨碍了你的计划 所以 你必须 除掉它 什么计划 你打算征服银河的 那个计划 李比博士 你 这个地球人疯了 难道 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李比转向众人 喊道 有些人 无言地瞪着 李比 其他的人 则瞪着 悲赖 悲赖 不给他们下结论的机会 赶紧接着说道 你自己最清楚 李比博士 德拉玛博士 死前 正准备和你拆伙 德拉玛夫人 以为 问题出在你不想结婚 可我却不这么想 德拉玛博士 自己 就在开创一个 以人工升职 取代婚姻的未来 可是 德拉玛博士 和你有着合作关系 因此 对你的研究工作 比任何人 都更了解 或者说 猜得更准 如果你试图 进行危险的实验 他 一定会知道 而且 会设法阻止你 他曾经对 格鲁尔局长 暗示过这件事 但并未提供详情 因为详情 他自己也不确定 显然 你发现他 已经起疑 于是 就杀了他 你疯了 你疯了 我 我不想管这件事了 亚特比锡 却插嘴说道 听他讲完 离比 贝拉 听得出安全局长声音之中 欠缺同情之意 但 他紧抿着嘴 以免过早流露出 得意之色 贝拉接着说道 昨天 当你提到 可拆换的四肢的时候 离比博士 你还提到了 兴建 可以内建 有正子脑 当时 你的话 未免太多了一些 是不是因为 你觉得 我只是个地球人 无法了解 机器人学的 发展潜力 或者是 因为我原本 威胁说要见你 后来回心转意 所以你高兴的 头脑不清了 无论如何 总之 奎摩特 早已告诉我 正子机器人 正是索拉利 对抗其他 外围世界的 秘密武器 奎摩特 冷不防地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猛地跳了起来 喊道 我指的是 我知道 你指的是 社会学上的意义 但这句话 带给我不少的 启示 想想看 内建了正子脑的 星剑和载人的 星剑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实际作战时 载人的星剑 根本无法使用机器人 无论敌剑上 或者敌方世界上 的人类 机器人都无法摧毁 因为机器人 无法将人类 分成敌人 和自己人 当然 你可以告诉机器人说 敌剑上 没有任何人类 还可以告诉他说 遭到轰炸的是 一颗无人的行星 但实际上 很难做到这一点 机器人看得出 自己的船舰上 有人 也知道自己的 世界上住着人 他当然会 假设敌方阵营 也是同样的情形 想让机器人 服服帖帖 得由真正的机器人 学专家出马 例如 李比博士 你自己 而这样的专家 少之又少 但 配备了正子脑的星剑 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想来 他会乐意奉命 对任何船舰 展开攻击 他自然而然的会假设 其他的船舰上 同样没有人 正子脑星剑 不难被设定成 无法接收敌剑的讯息 因而 无从获悉实情 既然 武器 和防御系统 都在正子脑的 直接控制下 它就会比任何 载人的星剑 更加灵活 此外 由于上面 不需要活动空间 补给品 清水 以及空气 滤清器 它能拥有更多的武器 更强的装甲 因而 比普通的星剑 更无懈可击 一搜正子脑星剑 就能击败一支 普通的舰队 我有没有说错 最后的那个问题 当然是针对 李比博士的 而他 早已站了起来 挺直到了 近乎僵硬的程度 似乎心中充满了 愤怒 还是恐惧 他 并未回答 谁也没有听见 他说出半句话 这时 紧绷的气氛 突然瓦解 人人竟相发出 疯狂的呐喊 可罗里莎 像是戴上一副 复仇女神的面具 就连加地亚也坐不住了 他不但站了起来 还不断地冲着空气挥拳 离比 成了重视之地 贝雷 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试着暂且放松肌肉 并舒展肌腱 成功了 他终于按对了按钮 奎摩特 曾把索拉利上的机器人 比喻成斯巴达的西洛人 他说机器人 不可能叛变 因此 索拉利人 可以高枕无忧 可是 万一 有人妄想 教导机器人 如何伤害人类呢 换言之 给了他们 叛变的能力呢 难道这还不算最大恶极吗 在索拉利 机器人和人类的比例是两万比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如果某人只是涉嫌 想让机器人有能力伤害人类 难道就不会成为全民公敌吗 亚特比锡喊道 你被捕了 绝对不准再碰你的笔记和记录 政府会尽快派人去检查 他近乎语无伦次地说下去 但现场乱成一团 谁都听不清楚 他还说了些什么 这时 一个机器人 走进碑来 说道 主人 奥利瓦主人 捎来的口信 碑来 神情严肃地 听完口信 然后 转过头来 大声喊道 大家静一静 他的声音 几乎有着魔力 众人纷纷郑重其事地 朝他望去 全神贯注地 注视着这个地球人 持有礼比 仍旧怒目而示 贝拉开口 只有傻子才会指望 李比博士 再也不碰那些记录 乖乖地等着政府官员 前来接收 所以 早在开会之前 我的搭档 丹尼尔 奥利瓦 便已启程 前往李比博士的属地 我刚刚接到他的消息 他已经 抵达目的地了 即将找到 李比博士 以便 牢牢地 看住他 什么 看住我 李比仿佛一头 受了惊的野兽 发出凄厉的嚎叫 他的眼睛 睁到了最大的程度 仿佛脑袋上的两个窟窿 有人 有人要来这里 和我 面对面吗 不 不 只要你合作 他是不会伤害你的 贝拉 冷冷地说 他 但我 我不要见他 我 我 我不能见他 这位机器人学家 跪倒在地 却似乎浑然不觉 他双手合十 活脱一副 求人饶命的模样 你 你到底 你到底要什么 要什么 要我找人吧 那个机器人的四肢 的确可以拆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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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鲁尔中毒 是我 一手策划的 令你差点中箭的 也是我 我甚至如你所说 正在策划建造 念的兴建 但我还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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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的确在策划 我都找了 我都找了 拜托 叫那个人 走开 别让他进来 别让他进来 叫他 走开 叫他 叫他 走开 他越说 越含混不清 北雷 点了点头 又按对了一个按钮 拿面对面来威胁他 比任何的刑讯逼供 更有效 然后 在其他人都看不到 也听不到的某个角落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动静 李比猛然转过头去 立刻张大了嘴巴 他还举起了双手 像是 要挡住什么东西 走开 走开 别过来 求求你 别过来 求求你 求求你 别过来 他恳求到 他趴到地上 爬了几步 突然将手 伸进了外套的口袋中 只见他掏出了一样东西 迅速地放进嘴里 摇晃了两下之后 他便 他便 扑倒在地了 贝勒 很想大叫 你这个傻瓜 走进你的 并不是个人类 只是一个你最最喜爱的机器人 达尔尼尔 奥利瓦 他 冲进了 险象的范围 瞪着那个倒地不起的身躯 愣了一阵子 北来 秉析一带 万一 丹尼尔 想通了 是他的人类外形 害死李比的 那么第一法则 恐怕会让他的脑子吃不消的 不过 丹尼尔 只是跪了下来 用细长的手指 在李比的身上 到处摸了摸 然后 他抬起了李比的头 紧紧地搂在怀中 仿佛抱着一件 真爱之极的事物 他将他呢 雕像般俊美的面孔 朝向众人 轻声说道 这个人死了 北来 正在等着加迪亚 因为加迪亚曾表示 要跟他化别 可是 当加迪亚出现的时候 北来不禁睁大了眼睛 你 你在我的面前 没错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 你戴着手套 哦 加迪亚不知所措地 望着自己的双手 然后 他轻声说 你 你介意吗 哦不 当然不介意 但是 你为什么决定 当面见我 而不用显像呢 这 他硬挤出了一抹笑容 我 我必须习惯这件事 对不对 伊丽亚 我的意思是 既然 我要去阿罗拉了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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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